好 接著呢,是要跟各位開始講 融化熱跟氣化熱 一公克的物質完全 融化成液態呢 這個叫做融化熱 然後冰的融化熱是 每公克八十卡 一公克的物質液體呢,完全 氣化成氣態呢 叫做氣化熱 所以氣化熱是五百四十 嗯,就 會考的程度而言 八十跟五百四不用備 會考應該會給 但是呢,就我們交出的時候 我們還希望能夠記下來 冰的融化熱多少,水的氣化熱是多少 但是在大考試 會考的考試他應該會給你 會不會給你,OK 好,不要說完全融化 完全氣化 那麼 所以我們公式就變成這樣子 H等於MQ 我們的Q就代表融化熱或者氣化熱 那麼以後如果有扯牽涉到要融化或氣化的時候 我們就會寫這個H等M乘以Q 好,一公克要八十卡 兩公克就乘二,三公克就乘三 這個意思,OK 然後呢 基本上我們的想法跟前面的錯法 想法是完全一樣 只是公式會稍有不同而已 就是一杯熱水加一杯冷水 會變成一杯溫水 告訴我兩步相接住最後必打什麼 熱平衡 熱水 溫度會 一樣 那溫度為什麼會一樣 是不是有人在吸熱有人在放熱 那誰吸熱誰放熱熱怎麼轉 高溫到低溫 轉移的時候熱量不會平白會不會多出來或少掉 所以有關係叫做放熱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那怎麼樣算熱 就是 如果加熱或者是放熱過程中有溫度變換 就是在前面 h等於m s delta t 如果是沒有溫度變化 可是是狀態改變在後面m乘以q 所以現在公式變成h等於m s delta t 加m乘以q 但這兩個式子不會同時出現 一個是有溫度變化的 一個是沒有溫度變化的 只有狀態改變的 所以就這樣算 所以想法是跟前面一樣的 只是公式稍有不同而已 好 按照我們前面的公式去算 如果你答案算出來比0還要小 答案就是0 答案如果比100還要大 答案就是100 那就表示那個冰塊沒有全部融化 或者水蒸氣沒有完全凝結 可是你假設它完全凝結 假設它完全融化才會出現這種狀況 所以呢 小一0就是0 大100就是100 好如果你按照剛剛這樣做 答案如果小於0就是0 答案如果大於100就是100 就是100 OK 然後呢 基本上這種過程 比如說我從一個-10度C的冰 加熱變成60度C的水 你就要去想在這個過程中到底有幾段 原來的冰要先變成0度C的冰是一段 然後從0度C的冰化成0度C的水又是一段 再從0度C的水升到那個溫度又是一段 所以要分做三段 你就要分三段處理 每一段分開算 如果有溫度變化就代 H等於MxΔT 沒有是狀態改變就代MxQ 分段算 有溫度變化就代 H等於MxΔT 沒溫度變化 狀態改變就代MxQ 要看清楚要了解 就它題目問的過程中 到底拆成了幾段 拆成了幾段 然後呢 基本上我們題目是擴散 原則上就是溫度如果越高 擴散速率就會越大 灌輸就會越大 就知道就可以了 很簡單 然後再來就是有吸熱跟放熱的化學變化 我跟你說過了 國中礁的化學變化大部分都放熱 不用特別背 吸熱背起來 吸熱比較少 吸熱背起來 好 我們的吸熱是指吸收能量 吸收光 吸收電 我們都叫吸熱 電解 電渡 電面 下全其要交 吸收電 光合作用 吸收光 加熱分解 這些都是交過的 尤其是碳酸氫納收熱分解的重點 碳酸鈣 碳酸氫納加熱就會分解 吸熱分解 OK 氧化孔學測考過 然後這件事加熱去結晶水 我叫過顏色要背 有水流汗筒什麼顏色 沒水什麼顏色 有水流汗筒什麼顏色 沒水什麼顏色 要背 然後呢有變化 加熱考一考水不見了 顏色改變了 尿素 甲醛素的聚合 吸熱 我講過了 你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摸那個死管是燙的 是放熱 那個放熱的原因是因為 濃硫酸脫水的關係 可是它本身是要吸熱的 這個本身是要吸熱的 硝酸甲 實驗有水 硝酸甲容易水是你們當初做實驗 我叫你們手去摸那個杯子 冰的還是熱的 還沒有 記得嗎 是冷的 所以表示它是吸熱 它是吸熱 放熱就是因為 大家說放熱 所以放熱不用特別背 這些都是放熱 燃燒一定是放熱 劇烈的氧化叫燃燒 劇烈的氧化叫爆炸 燃燒就是劇烈的化學變化 放出光跟熱 所以燃燒一定放熱 氧化這種穿鹼中和 鹼金竹加水跟吸酸 鹼金竹會跟水作用 會跟吸酸作用 氧化鈉溶於水 濃流酸溶於水 濃酸西式 強解西式 新加磋酸頭 我講過了 放熱不用特別背 你國中學的大部分都放熱 所以放熱就不背了 但是你把吸熱的背起來 把吸熱背起來 就是跟各位提到 有關於吸放熱的化學變化 等等這些內容 OK嗎 OK